这种抗震神器还是利用火箭发动机的原理研发出来的 火箭和抗震神器这到底是怎么结合到一块的 传统的抗震技术是把建筑物上部结构和基础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就是把房子盖得更结实 用更粗的钢筋 更多的混凝土胶柱 但这样的抗震效果并不理想 而隔阵之作则是在上部结构与地基之间增加隔阵层 按照橡胶隔阵之作起到与地面的软连接 通过这样的技术可以把80%的能量抵消掉 而这样的抗震技术竟然来源于火箭发动机 正是研发火箭固体发动机的设计师们研发了这项技术的灾害之一 人们谈及地震就会为之恐慌 近来一种可以让建筑物抵消80%地震能量的抗震神器问世了 而且这种抗震神器还是利用火箭发动机的原理研发出来的 火箭和抗震神器这到底是怎么结合到一块的 传统的抗震技术是把建筑物上部结构和基础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就是把房子盖得更结实 用更粗的钢筋更多的混凝土胶柱 但这样的抗震效果并不理想 而隔震之作则是在上部结构与地基之间增加隔震层 按照橡胶隔震之作起到与地面的软连接 通过这样的技术可以把80%的能量抵消掉 而这样的抗震技术竟然来源于火箭发动机 正是研发火箭固体发动机的设计师们研发了这项技术 灾害之一 人们谈及地震就会为之恐慌 近来一种可以让建筑物抵消80%地震能量的抗震神器问世了 而且这种抗震神器还是利用火箭发动机的原理研发出来的 火箭和抗震神器这到底是怎么结合到一块的 传统的抗震技术是把建筑物上部结构和基础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就是把房子盖得更结实 用更粗的钢筋更多的混凝土胶柱 但这样的抗震效果并不理想 而隔震之作则是在上部结构与地基之间增加隔震层 安装橡胶隔震之作起到与地面的软连接 通过这样的技术可以把80%的能量抵消掉 而这样的抗震技术竟然来源于火箭发动机 正是研发火箭固体发动机的设计师们研发了这项技术 人们谈及地震就会为之恐慌 近来一种可以让建筑物抵消80%地震能量的抗震神器问世了 而且这种抗震神器还是利用火箭发动机的原理研发出来的 火箭和抗震神器 这到底是怎么结合到一块的 传统的抗震技术是把建筑物上部结构和基础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就是把房子盖得更结实 用更粗的钢筋 更多的混凝土胶筑 但这样的抗震效果并不理想 而隔震之作则是在上部结构与地基之间增加隔震层 安装橡胶隔震之作 起到与地面的软连接 通过这样的技术可以把80%的能量抵消掉 而这样的抗震技术竟然来源于火箭发动机 正是研发火箭固体发动机的设计师们研发了这项技术 最后的灾害之一 人们谈及地震就会为之恐慌 近来一种可以让建筑物抵消80%地震能量的抗震神器问世了 而且这种抗震神器还是利用火箭发动机的原理研发出来的 火箭和抗震神器这到底是怎么结合到一块的 传统的抗震技术是把建筑物上部结构和基础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就是把房子盖得更结实 用更粗的钢筋 更多的混凝土胶柱 但这样的抗震效果并不理想 而隔震之作则是在上部结构与地基之间增加隔震层 安装橡胶隔震之作起到与地面的软连接 通过这样的技术可以把80%的能量抵消掉 而这样的抗震技术竟然来源于火箭发动机 正是研发火箭固体发动机的设计师们研发了这项技术 人们谈及地震就会为之恐慌 近来一种可以让建筑物抵消80%地震能量的抗震神器问世了 而且这种抗震神器还是利用火箭发动机的原理研发出来的 火箭和抗震神器这到底是怎么结合到一块的 传统的抗震技术是把建筑物上部结构和基础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就是把房子盖得更结实 用更粗的钢筋 更多的混凝土胶柱 但这样的抗震效果并不强 こんな状态 从北九九六七七七八十八十一 现在终于 crocodilo 我们把流水上银堵铭针 是马上银堵银堵是个吗 在整个月的甲银堵银堵增 就是它物人卵的力量 而是原本来的 就 również加密击冻